大家好,我刚刚获得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证实了,在蒂涅伯·比多罗夫斯克接触线上已经部署了预备军第60计划旅 也就是首次证实在蒂涅伯方向增兵顿巴斯 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预备队新编第60旅 这60旅现在它的编制消息的更多的信息我没有获得 但是这60旅现在我了解的是完全由美军来指挥 也就是说在基辅,基辅现在美军司令 包括北约相关的军官来直接指挥这个60旅 这60旅它实际上就是北约的 现在来说北约直接指挥 那第60旅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它被部署在蒂涅伯·比多罗夫州的南部叫波洛吉 现在这个60旅它现在很神秘 它周边的很多信息包括对它的一些图片 包括装备的一些信息乌军全部封锁 没有任何信息可以 那除了60旅以外 现在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也证实 另外还有一支叫第71旅 第71旅在伊九姆方向与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进行了正面交换 这71旅也是非常神秘的 这71旅它原来在波尔塔瓦克里门丘克方向组建的 这也是乌军组建的另外一支 现在是两支非常神秘的旅 这两支旅一个60旅一个71旅 这是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最新公布的消息 都部署在斯拉布扬斯克方向 一支部署在蒂涅伯南部 另一支直接部署在伊九姆 直接在伊九姆方向与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作战 这两支旅 71旅60旅实际上都是由美军直接参与 参与组建的 而且全部按照西方标准美式装备 另外指挥官全是由北约军官 实际上美国以及西方运送乌克兰大量的武器 很大一部分都装备给这两个旅了 这两个旅虽然名义上是预备役 但实际上它的装备是现在乌军里面最强的 是直接的由美国以及北约直接军援的武器 包括火炮装甲车 这两个旅现在都装备 这两个旅更多的信息 目前我没有了解到 现在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 包括顿涅斯克人民共武装力量 只对外公布了一个信息 就这两个旅作战的时机 对讲也就是无限 有大量的英语 大量的英语对话 现场其实你打开这个无限频道 对讲你可以听到 互相之间对话 有很多英语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旅实际上有外国公军 至少是说英语的外国公军 甚至指挥员都是外国的 用英语交流 所以这两个旅很神秘 71 60 这是现在在顿巴斯地区最新的消息 我也是刚刚获得的 我现在正在找这两个旅的信息 但是现在这两个旅的图片 包括人员装备很神秘 找不到 我前面节目说过 乌军现在正在筹建第101 第102领土防御旅 这两个旅是在卡尔班前山 在乌克兰西部组建 那么基辅现在由美军完全控制 美军现在在基辅的司令部 从现在来看 正在向乌东地区增兵 你看这两个旅要派到乌东去 另外60旅 71旅现在也在乌东作战 已经到达了乌东 现在来看有美军现在完全控制基辅 他整个的指挥权交给美军以后 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要在乌东地区和俄军决战 现在来看美军现在信心很足 特别是美军司令现在神秘的高级司令 已经到达了基辅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美军并不希望乌军从乌东地区撤回 并不希望整个乌克兰 他的军事力量在乌东地区被俄军全坚 所以也就是现在乌东地区 俄军和乌军僵持的一个结果 现在大家看 现在俄军在乌东地区 实际上战斗是非常残酷的 也说明现在整个美国 给乌克兰设计的整个战局 就是要和俄军在乌东地区决战 这是我的判断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再给大家汇报 我再给大家看